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將會期交給會長張浩瀚 現場賴清德當選生不斷 這是基隆市信賴台灣體育後援會成立現場 基隆市率全國之先成立賴清德體育後援會 讓卓榮泰大為肯定 直說基隆隊又拿下一面金牌 基隆真的是一馬當先 我們全國體育後援會11月8號才要成立 基隆已經率先在今天 所以今天再給基隆隊一個金牌 全國體育後援會的第一塊金牌就給基隆了 先成立我們的體育後援會 代表我們基隆在地民眾對賴清德跟鄭文廷支持的決心 我想非常的感謝也非常的感動 後續賴總統也會陸續的提出 我們相關的國家體育政策 在他行政院長任內 其實對有制定的這個黃金十年計畫 對我們的不管是奧運亞運的選手都非常照顧 連國訓中心也是在賴院長任內來整修完成 除了在國內各個縣市成立信賴之友會與後援會 在國外部分到9月為止 賴清德已經在43個國家 106座城市成立116個後援會 向號召全球僑胞1月13號投票日回台投票 用實際行動支持台灣民主 進入到10月 我們的整個選戰計畫是進入最後選戰的100天 是要所有海內海外的後援會 都能夠回到各個後援會所屬的城市 社團組織裡面 再次發揮後援會的力量 喚起大家出來踴躍投票的精神 國內我們都說2024團結一致 支持賴清德跟我們所有的立委候選人 在國外我們又加了一句 1月13相約台灣回到台灣 共同來完成這一次人民偉大的民主力量 看到很多海外的台商 很多海外的台僑 也因為我們周主席還有我們許多立委都有參與 也表達願意在明年的回到台灣 來支持賴清德 那我相信很多的立法委員長期來都有投 努力工作 海外的工作 那這一切都是過去的努力 在我們這次選舉 我們希望能夠順利的開發結果 那在我們賴清德賴總統未來的領導之下 我相信整個海外的台灣人 跟國內台灣人心裡都會在一起 團結在一起 賴清德海外後援會可以說是破紀錄 過往運營的這個候選 並沒有這麼多的後援會 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在外在情勢的變化 包括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提升 台灣的整個國際關係的拓展 以及價值民主同盟的增加 這些都使得海外後援會 蓬勃發展一個關鍵因素之一 更期待的是明年的1月13號 有更多海外的僑胞 會回來投票 來助長這一股民主的力量 幫助賴清德能夠順利當選 台灣的總統 記者張岐灘 記者 報道